好,那今天回應小老弟的問題 就是說他問說可不可以測這個磁吸 那我都沒有測的原因就是 我是覺得裝手機有重量 再拉的話那個會比較明顯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原廠的 它的吸應該都是中等左右 中等以上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那比較強的一定是犀牛盾 那我現在就是稍微吸一下 頂多是說因為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很準確 我就是大概是用我的感覺來跟你們說 哪一個磁力可能會因為 它這個表面的材質不一樣 會比較弱啦 就是稍微這樣測試給各位看 但是這個你們也看不出來 因為這可能要憑我的感覺 那我先測這個Beats的 那你看我拉的感覺 Beats的我覺得這個蠻強的 在原廠的感覺的話這個磁吸盤 我是覺得它是蠻強的 但是這個就是原廠的吸力啊 中等的 然後這個 PC的這個透明的 透明的比Beats的稍微弱一點點 Beats的這個比較強 然後看一下這個 矽膠的 矽膠的 也是中的 矽膠的跟這個透明的差不多 怎麼感覺透明的 感覺透明的是最弱的 我看一下矽膠的 矽膠跟透明的很接近 但是我這樣子 那我猜錯了 矽膠的第二 這個第一名 這個第二名 透明的吸力最弱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是犀牛盾的 犀牛盾是兩倍的 犀牛盾的這個就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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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排在這邊給各位看 犀牛盾第一 Beats的第二 矽膠的第三 原廠透明的第四 那為了再確認一次 我現在拿一個這個 Murphy的這個行動充 這個行動充超重的 那我就這樣子測好了 放在這邊 那我就是這樣子 我把它看能不能提起來 我在你們面前測試 要怎麼樣你們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 原廠透明的沒有辦法把它拿起來 好 那換這個矽膠的 就是說我直接看能不能把這個行動充拉起來 矽膠的就可以 矽膠的一吸下去就可以拿起來 所以這個透明的比較弱 矽膠的可以直接提起來 這樣看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我一甩這個就是原廠的吸力 一甩就掉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壁齒的 壁齒的也可以 壁齒的就比較強 壁齒比較強 你看壁齒要甩要甩比較大力一點 那這樣沒有錯啦 壁齒的是比較強 好 那犀牛的來了 犀牛的 犀牛的最強 你看犀牛的整個拿起來就黏住了 然後犀牛的要甩也要甩比較大力才有辦法 如果我犀牛的又讓下面這一根對到的話 你看我這樣甩它掉不下來 我們再測試一次 你看這個原廠的 要不要把這個拿掉 我這個故意紙盒不拿掉了啦 我這樣比較好抓 好 你看我這個就掉了 矽膠的比透明的 強一點 我現在這個是去對它那個 下面那一根 壁齒的最強 壁齒的是原廠這三個裡面最強的 那犀牛盾就不用講啦 犀牛盾是更強 犀牛盾整個黏住喔 甩都甩不下來 要用力一點它才會甩得下來 好吧 那有沒有解答到你的問題 但是我是認為啦 這原廠的這三個很接近啦 就差一點點而已啊 那犀利最強的就是 按照這樣排列 犀牛盾 Bits 矽膠 然後再來是透明殼 好 那今天自己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